總統府就已經開了記者會 已經把證據都攤在陽光下了 你們為什麼還是不相信蔡英文 這個竟然成為 我被起訴的原因 你為什麼還不相信蔡英文 你為什麼還不相信蔡英文 各位可能會一直以為說 劉成武檢察官姚念慈法官的這個庭 是我法院開庭的唯一的一個庭 那按照這個姚念慈跟劉成武的說法 好像是因為我沒有出庭 所以通緝我 其實大錯特錯 在2021年的5月4號 2021年的5月4號 這個庭首度開 這個庭開的是什麼呢 2021年的5月4號 台北地方法院 在我被起訴後的一個月又三天 第一次開庭 這庭真有趣 這個代表公訴檢察官的兩位檢察官 力庭 結果 竟然沒有帶卷 我的這個律師非常認真的 李政華跟張靚 想要跟這個起訴的公訴檢察官說對一下 說你的起訴書當中的哪一些地方 我們有些什麼樣的疑義 在這個程序準備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來看看怎麼樣的安排 這相關的這個事項 於是就要求這公訴檢察官說 來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這個起訴書中的第幾頁 結果你知道什麼事情發生嗎 這兩位代表國家的公訴檢察官 竟然沒有帶券 沒有帶任何的這個券 就到法庭上去了 這是在開玩笑嗎 這是在開司法的玩笑嗎 還是在開我的玩笑呢 這場由國家機器發動的防害民喻案 宛如對付台灣黨外時代的三合一敵人 彭文這個教授 不只成了三人唯一被起訴的學者 起訴理由更是荒天下之大機 可以載入史冊 為了切割林環牆和賀德芬兩人 御用檢察官黃偉以為了生計 新生院隊為由 區隔了是否具有真實惡意 並且以9月4號前後的言論 切割了犯罪行為 造成同一犯刑 不同結果的情況 在一連串的抹紅和國安法的威脅之後 與其說是彭文正為了生計 反而更像是總統府為了生計 對於彭文正700多天來 每天對論文的批評 心聲怨對 造成了起訴的結果 也再次證實了 台北地檢署 就是總統府整肅一級的打手 這場檢疫法庭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問被告是否認罪 如果被告認罪 就會立刻結束審訊 如果被告不認罪 將會再度轉移到其他法庭 由其他法官來審理 這是一般公訴案件 正常的行政流程 一開庭 法官趙雲寧就請檢察官 陳述起訴要旨 公訴檢察官再度重複了 黃偉那套 為了訂閱書 為了生計的起訴內容 接著就要問彭文正教授 是否認罪 是否了解法律上的權利 想要火速的結束審理 李政華律師立刻發言 提醒法官 為什麼會同時收到起訴書 不起訴書 我的當事人不知道怎麼答辯 起碼該給個理由吧 年輕的法官趙雲寧 立刻語氣和緩地說 我們有收到你們詳細的狀子了 今天只是走個程序 過濾案件 不要過度琢磨在其他的事情了 彭文正教授立刻回應 法官 我不是為難你 我也沒有要為難公訴檢察官的意思 我知道這個案件社會矚目 所以我希望每個環節都在歷史上 留下清清白白的記錄 所以我必須了解 我同一個暗郵 同一個暗號 同一個犯刑 怎麼會一個起訴一個不起訴呢 在我沒有釐清之前 我沒有辦法回答法官 我到底認不認罪 我到底要認哪個罪呢 年輕的法官趙雲寧在庭上 顯得無所适從 只好表示按照程序來 接下來是辯護人發言 張靖律師則是補充說 檢察官的犯罪證據 從2019年的9月5號 政經關不了的言論 一直羅列到2020年的1月10號 總統大選日 加上2021年3月31號 媒體報導都顯示了黃偉 同時起訴了違反選罷法的罪名 為什麼起訴書上不見上述罪名呢 彭文正教授也補充說 這些罪證都是斷章取義 內容看不出來 我700天來循循善誘 希望蔡英文坦白認罪的勸導 哪裡有所謂的真實惡意呢 依照法院組織法第90之一條 張靖律師同時提出法庭錄音錄影的申請 彭文正教授則是當庭邀了法官趙雲寧 讓他們一同寫下司法史的新頁 現場就開放法庭進行法庭直播 趙雲寧法官則是表示說這個事攸關重大 您願意直播但法庭還有其他人在 這個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裁定 這個我沒有辦法當場裁定 彭文正就說為什麼 難道你要問長官嗎 趙雲寧法官說不是要問長官啦 這個需要法規啊再去研究一下 各種情節都要照顧到 彭文正有問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趙雲寧法官回答說 彭先生請你尊重法庭 彭文正說 我很尊重啊 所以我請教你啊 趙雲寧法官說 我已經回答你問題 你一直重複 彭文正就說 你的意思是說 你不能嗎 趙雲寧就回答說 我是說我不能在這裡當場裁定 需要再研議 彭文正就再追問說 再研議是什麼時候呢 請問再研議是什麼時候 趙雲寧法官回說 那你可以等我寄完筆錄嗎 今天我不是被你質詢的對上 你這樣我壓力很大耶 彭文正就再追問說 請問法官 什麼叫做再研議 你可以給當事人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嗎 趙雲寧法官就回說 這不是沒有答案的答案 我已經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當庭做這個決定 彭文正就說 那是不是下一個庭呢 趙雲寧法官回說 那我下一個庭之前告訴你可不可以 彭文正就說 那你就這樣說吧 趙雲寧法官說好 就結束了這一段非常精彩的 你來我網有關於法庭直播的這樣的一個詢問 事實上有些案件確實不適合法庭直播 像是兒少 家暴案件等等 最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但是當這個案件 當事人彭文正教授都已經申請法庭直播 而對照一方是整個國家機器 唯一要保護的對象都願意直播了 還有什麼理由不開放法庭直播呢 難道代表國家的檢察官起訴 還怕受公平嗎 當蔡英文操弄司法 企圖用一個判決遮掩自己的 反江一軍 眼下如果台北地方法院不接受直播 就坐實了政治審判 接受直播就得面臨全民陪審 蔡英文的學術醜聞也將曝光在世人的面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